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姑姑姑 玩具 去去去去 你到楼下玩去 让我自己待会儿 别烦我 结婚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幸亏我打听她了 我没来晚了 林世阳 彤彤 刚那边吧 我和姑姑说话话 你要干什么 你 你别跟我来 今天要结婚了 可你曾经是我的女人 你跟我说过 一辈子就爱我这一个人 不是吗 那个可怜的潘一阳 她不知道这些吧 我 我不知道你出来了 你是我的新娘 你今天真漂亮 你好像不大喜欢彤彤啊 那可是你的 亲儿子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和我 我们俩的 儿子 彤彤 妈妈回来了 彤彤去哪儿了 这小子不会 又给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呢吧 你先上去吧 我把花放下找他 好 王总 王总 妈妈到处找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妈小汽车 哪儿来的呀 叔叔给我的 叔叔 哪个叔叔啊 在姑姑房间的那个叔叔 好 好好玩吧 雅 雅文 这位是 雅文 雅文 你怎么了 雅文 坐下 雅文 你怎么了 王总 你别藏了啊 雅文 你怎么了 雅文 那你出了 那你出了头晕 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地方吗 那需不需要叫我机油车啊 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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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雅文 怎么了 雅文 怎么了 我觉得 我是不是滴血糖啊 滴血糖啊 那我去给你拿会儿脚格力 找你 哎 冯冯 冯冯你别躲了啊 爸爸看见你了 哎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雅文哥哥的同学 这么多年没来看过他 这不听说要结婚了嘛 就来看看 没想到他身体这么弱 哎 哎 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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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 哎 哎呦 哎呀 唐诺 唐诺 你怎么在这儿呢 哎呦 害我找你半天我都急死了 看见妈妈没有 看见了 妈在哪儿呢 在姑姑房间里 凯厉 你们都在呢 怎么了 雨翔 刚刚哑巴儿晕倒了 是吗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有点滴血糖 头晕心慌 咱们走吧 好 哥 没事 咱们走吧 潘雨翔 我你都不认识了 林旭阳啊 哎呦 林旭阳 好多年没见了 你跑哪儿去了 一直在外地 这不哑巴儿要结婚吗 我这个当哥的 怎么也得回来祝贺祝贺呀 真是巧啊 没想到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白玲 我未婚妻 这是林旭阳 这是我中学同学 你好 你好 爸爸妈妈 我们也去婚礼吧 好嘞 小子就你着急 行 这是我儿子 彤彤 可爱吗 可爱 彤彤 叫叔叔 叔 彤彤 玩具好玩吗 好玩 怎么了这是 哎呦 来了来了来了 您别急 哎呦 哎呦 妈您急什么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打你们电话 你们不接 我敲半天门也不开 这雅文呢 雅文在屋呢 急死我 雅文有点不舒服 在这休息呢 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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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贺阿姨好 林旭阳 妈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 不用了 我已经自我接受过了 对 都认识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先走吧 也好 啊 啊 一阳 你们两个先去 我马上就来 我跟许阳好久没见了 有些话 我想跟他说说 啊 那一阳啊 要不咱们先走吧 也别让咱妈和客人们都等急了 是啊是啊 别让客人等急了 快走吧 来 走 快去 哥 走了 来了 李霞 家里的李阿姨 也去婚礼相产帮忙去了 你妈妈说 家里不能没有人 您的意思我懂了 我留在家里 来 来 彤彤 来啊 这样也好 那我先走了 夕阳 我们走 好 走 彤彤 再见 叔叔再见 下回给你带更好玩的玩具 来 来 来 这样吧 我也不去了 这样不合适吧 没事 我想 妈和一阳会理解的 彤彤啊 想不想看动画片啊 电影院正在放灰太狼鱼洗洋洋 咱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好 太好了 走 咱们跟着妈妈一块去 走吧 走喽 看电影去喽 徐阳 你怎么突然间出现了 你这个人真是说变就变啊 刚说我是你儿子的好朋友 好朋友的妹妹要结婚 我来不是很正常吗 你 你把话扯远了 我是说 你出来了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呢 赫阿姨 看来你真是把我给忘了 我盼了多少年 难道你不清楚吗 你还真想让我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出来就好 你出来就好 我也天天盼着你呢 这几年 你受苦了 我出来你很失望 对吧 我不光活着出来 而且还很健康 再生个儿子都没问题 那是当然的 不过见到你 我很高兴 说心里话 我也一直为你揪着心 是吗 真的 你跟祖文那么好 有的时候我都把你当成家里 赫阿姨还是那么会说话 真让人感动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 我是替亚文顶罪坐的牢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 你和他就从来没去看过我 我也是怕给你找麻烦 你说万一警察 他们看出点什么 那不我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赫阿姨还真是想得周到 我进去之前把我所有的家当子交给了你 让你帮着我照顾我妈 可是我妈去世了 这一点你怎么解释 你母亲是病故的 我尽力了 而且那个时候你也知道 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她是怎么病故的 她是因为没钱看病 把身体拖垮了 你就从来没去看过她 何阿姨 我没冤枉你 对吧 那段时间 我公司也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都顾不到 所以 我留下那些钱 都让你自个儿给花了吧 你的钱我都会给你 一分都不会少 你母亲的事情 我也有责任吧 不过这生老病死的 她是自然规律 你看你刚出来 一定很需要钱吧 你需要多少你说 算你有良心 婚礼就要开始了 你一个做母亲的 不会不露面吧 不露面 何新平 何新平 你个骗子 你个大骗子 你怎么了 你跟我说实话 我跟你说什么实话 童童是我的孩子是不是 你跟我说实实 林许阳告诉你的 对 这个王八蛋 童童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说他一生下来就死了 你凭什么 我也没办法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 那是我跟林许阳的孩子 是我生的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你个大骗子 别太痛了 你 你清醒点 当初你被赌跟她怀孕 还要跟她私奔 如果不是我 你早就坐牢去了 现在怎么办 她又回来了 李许阳又回来了 怎么办呀 有妈在 就有办法 如果 如果李许阳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然后易阳也不要我 那我不如当初去坐牢呢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听妈说 我不会让她说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你养起疑心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是太过分了 是妈妈不好 但是现在 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怎么可能 那白礼是要跟潘雨翔结婚的 他们是要带着彤彤过来住 那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怎么办 我多难过 你想过我吗 妈妈会有办法 你相信我好吗 妈妈一定会有办法 你相信我好吗 天日子都给我当我过呀 妈呀 好了好了 好了 你为什么约我 在这种地方见面 阴森森的 你不觉得这儿挺合适的吗 我们都是怕见阳光的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说呢 这些钱 足够弥补你的 拿着钱走人 香港也好 国外也好 只要你 永远不出现在我和雅文的面前 你爱去哪儿去 走得远远的 命令我 当年 你就是这种口气 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 我请你不要再给我提以前的事好吗 老了 还是老 老人都不愿意回忆从前 因为那样会让自己觉得离坟墓越来越近 你想激怒我 林许阳 这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得给自己留张底盘 当年雅文酒后驾车撞死人逃逸 我多多少少留了点证据 并不 你和她的录音什么的 你想吓唬我吗 你还嫩了点 我是一个做过老的人 我知道做老的词 绝望 出了绝望还是绝望 如果我真出了什么事 你和可爱的雅文 一定会尝尝那种词文 我保证 证据 你怎么可能有证据 笑话 真从 那个时候是没有 不过现在有了 你怎么可能有证据 你怎么可能有证据